哈喽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说说外交部发布的一份清单 外交部在网站上面发布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拘援反重乱港势力的事实清单 清单详细列了美国自2019年以来在涉港问题上面的五中罪 合共102条事实 包括通过法案,实施制裁和发表声明等等 清单分五大类 第一类是指美国跑制涉港法案 抹黑中方对港政策 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内容主要分成四项 第二类是指美国悍然实施制裁 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 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着香港的顺利实施 内容总共有14项 第三类是批评美方 污蔑诋毁特殊事务 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 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合共48项 第四类是指美国包庇支援反重乱港分子 为其兜售港独主张 散布政治谎言提供平台 总共有25项 第五类是涉及美国造极盟友 联手干涉香港事务 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 对香港事务 说上道次 指手画脚 合共有11项事实 这份清单有几大亮点 值得关注的 第一 外交部这次毫不客气 将两届美国政府高调干预香港实务官员全部点名 包括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都是非常罕见的行为 例如第一宗罪 第一项就提到 2019年11月27号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为显示对反中乱港势力的支持 阻挠中央和香港特制政府指暴治乱 恢复知识的努力 监署美国国会跑制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和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相关弹药物资的法案 而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等人 也全部被点名 清晰列出这些人 怎样在反修例风波当中 用各种手段干预香港事务 推波助澜 更加不客气的是 先任总统拜登 先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被外交部点名 清单第三重罪当中 就直接点名拜登 批评和污蔑诋诋毁特区事务 在今年6月24号 在百公网站发表声明 以新闻自由为借口 诬称苹果日报停刊 对媒体自由来讲是悲伤的一天 标记着北京正在加强镇压力度 简单数数外交部的清单 蓬佩奥被点名整整16次 荣登榜首 特朗普5次 彭斯3次 佩洛西7次 史莫克6次 乌林肯9次 唐伟康1次 熟悉外交事务的高人就说 外交部这个清单包括两任美国总统 这个在外交上口味是毫不客气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国官员之外 香港也很多政治人物榜上有名 再次揭露了美国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双方勾结的事实 其中罗冠冲就被点名八次 成为港区冠军 黎智英被点名七次 黄志峰被点名五次 另外有陈方安生 在爱丽莎南州州立大学 麦凯恩研究所 传统基金会等机构 为他们兜售港独主张 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和支持 另外在第四中罪第25项当中 外交部也指出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政治经济处处长何昭华 在今年7月8号 旁定特区法院依法审理 涉嫌非法策划 组织实施所谓 35家和蓝炒十部曲的相关人员 他在现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误称香港国安法 打压港人自由 为有关反中乱港分子美化开拓 在这清单当中 被点名的香港政治人物 在阿爷眼中 就是反中乱港分子 恐怕这些荣登清单的人 将来想参政都有困难 可能有机会被DQ出局了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 中央对美国的一举一动 观察入微 外交部和相关的部门 其实对美国伸手搞乱香港 是非常关注和高度重视 对于每一个美国官员 不单只关注他们公开记者会讲话 推出的政策 也包括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言论 例如布林肯发布的Twitter 使默克接受多少家媒体采访 全部都列出来 例如清单直指 今年4月17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Twitter发言 误称以政治动机判刑 不可接受 呼吁释放反中乱港分子 看完这份清单 我就有以下的感想 最近中美有些良性互动 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 希望中国帮助他 控制阿富汗的局势不要恶化 所以美国的高层连番和中国接触 最近美国总统拜登 就和习近平主席也通了电话 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拜登的发言都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 调子调低了 但是从外交部公布 那么详尽的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清单可见 中国正做好 中美就香港问题交火的全面准备 中国要站在好的道德高地 做好舆论铺垫 阿爷就准备 如果中美全面交锋 香港可能成为中美较量的主战场 可能出现两大战役 一个是金融战 一个就是舆论战 而这份清单正在为舆论战做准备 过去美国一直说 中国的强硬态度影响着中美交往 但这份清单就清楚列出 其实过去几年 强硬的是美国 由反修理风波开始 美国就做了许多事情 一举搞香港 要讲强硬 美国既有真正影响到香港的强硬政策 包括拒财香港官员 也有舆论层面的斗争 例如布林肯 整天喜欢在Twitter上面 发文说香港 所以清单就用事实去反驳 美国说中国很强硬的说法 看来香港的问题 就真是有树欲敬而风不息的感觉